既然一方确定要离开 那我们就问问另一方 因为我打你过不下去 我通过这个平台 通过这么专家们 我心里的 这是说话算句话 我们想 我们允许一个人犯错误 那更应该允许一个人改正错误 对吧 你还要他做出什么样的保证 你可以能够接受 我们为什么总是会去 你再想一想 是因为整场听下来 说实话我的感觉 我觉得你有点太过于沉浸 在那种被伤害的情绪里面 但是我想之所以你能 一而再再而三 在这个场上告诉我 你因为爱他 所以你才一次次又原谅他 当然我没有说 这个是对的是好的 但是我相信你是有爱的基础的 对吗 是 不顾家人的反对 坚持在此时此刻还说 跟他爱过这一场不后悔 所以 要不要再考虑一下呢 因为我每次跟他打完架 我特别的伤心 我从来没有发泄出那 没有人诉说 是 所以可能鸡押太久了 如果这样的话 小王我还想尽最后一个努力 还有没有可能 再试着谈一次恋爱 最实在的话 我想每位老师 送出去的这句祝福 都是真心诚意实实在在的 希望你们回去 真的第一件事 把结婚证办了 请不吝点赞这些